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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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Joyce嗎 OK好 哇好喘 媽媽真的好偉大喔 這樣當小孩真的很幸福 嗨各位 哈囉 還沒滿月的時候 就帶寶寶去看毛醫師啊 看我的胸部啊 脹啊 然後毛醫師就說我沒有什麼問題 哺乳沒有什麼問題 是心理問題 要放輕鬆一點 對因為 他就只剩下我 然後先生平常又不在 所以就是要我 放後心情 有 你會怕貓嗎 會啊 不會不會 你看好像你真有羊欸 哈囉 哇漂亮的 一個人照顧小孩 要照顧一隻貓咪 我想牠七年了 但牠現在不喜歡跟嬰兒高近 那是什麼 因為會抓牠 趁著還沒抓牠就先溜走了 我有多囊性亂潮症候群 所以我本身就是比較難受孕的體質 那寶寶很幸運就是來到我們身邊 其實新手爸媽什麼都不知道 經過朋友的介紹 想說那我們 月子我們就是請月嫂來協助 月嫂來之後 發現我的觀念跟牠不合 有點憂鬱 可是又還不到去看醫生 因為我知道我的問題其實就處在月嫂身上 所以牠來了四天之後 我就把月嫂吃掉了 那這段時間我就只好自己摸手怎麼帶寶寶 我先生都在外地上班 那在家的時間主要都是假日 所以大部分平常都是我跟寶寶兩個人一起生活而已 我月子中其實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是寶寶白天都不睡覺 我很焦慮說 他白天都不睡覺 到底這樣子會不會長大 有時候好不容易把牠哄睡的時候呢 他一把蠟拔到層上去 他就很快就又開始哭 很快就醒來了 所以清醒時間其實非常的長 那時候我非常的苦惱 而且我要一直抱著牠 或是我要讓牠趴在我身上 其實我都動彈不得 就被困住了 一整天都是這樣的模式 沒辦法下窗去做自己的事情 可能連一頓飯都沒辦法好好吃 身體上的疲勞是還好 但是就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因為之後的路還很長 然後就上網找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寶寶帶出來 或者是可以讓我解放我的雙手 然後大家都推薦說 可以去使用新生物的背筋 然後我們就很心高慘烈的去買 結果買了之後發現 完全不會調整 就是你在門市學的到家裡 完全就不會用 怎麼拉到拉褲頸 怎麼把我越被越一直往下掉 然後牠這樣到底是睡 有沒有睡得安不安無 會不會壓到牠的腳什麼的 這樣我反而會覺得壓力更大 有時候等一下啊 我們媽媽要洗一洗杯子 媽媽一個人帶小孩 沒有杯筋幫忙其實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 在網路上一個文章 就是告訴你怎麼親為寶寶 重點是他在文章裡面提到了 背筋穿戴護園團 就是提到的這個社團 然後我繼續看著發現原來 背筋有這麼多 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上網就預約 然後背筋負擇員在滿月之後就來我家 然後我就學了怎麼背背筋 正確的使用背筋 也挑到了適合我的背筋 用背筋背起來他可以一直睡覺 我就欸 他睡他的 然後我可以做我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我們身體也不會感到有負擔 那寶寶可以得到滿滿的安全感 很感謝老天爺就是給我一個寶寶 然後還有這麼可愛 我也擔心的生活也許看起來好像很恐怖 就是都你旁邊都沒有都沒有人可以幫你 就只有你跟寶寶兩個人 看起來好像很恐怖 可是實際上生活了這麼半年來 我覺得其實也沒想像中那麼恐怖 這段時間背筋讓我生活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要去哪裡啊 我知道啊 帶寶寶去上寶寶搜尾課 喔 所以我們去玩吧 帶妹妹去上課 兩班機 咻 掰掰 掰掰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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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沒有樣子就進不了家了 怎麼了 你今天是穿什麼 小兔子咧 冰冰 我帶小兔子 在那邊 那我給你 我會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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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做那個 來餐 來餐 來餐餐 我都有一個 牛肉 豬肉 雞肉 這雞肉好不好 冰的寶寶你反而可以到處去玩 到處去探險 你可以帶他去買菜 然後跟他說這是什麼青菜 反正只要他在你身上 我覺得去哪都 不是件困難的事情 那我覺得 就算爸爸不在家 嗯 我覺得倒不會阻礙我們 我跟爸爸或是我跟爸爸 或是我們三個人之間的生活 我覺得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嗯 背景色其實真的就是 你就把它當作是 一件衣服穿在身上 只是它有點重量而已 去哪都非常方便 不管找朋友啊 去玩啊 都OK啊 欸 手我們到了 好 謝謝 對啊 我們今天要去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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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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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去玩 然後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是 出去玩 這一段路上面從 懷孕 因為我在懷孕的時候 其實還準備了婚禮 那 從懷孕然後 結婚 那到生小孩 其實 真的是我先生 我先生給我最大的那個 支持 就是我說什麼 他就說那你就去做 你不要管別人講什麼 那 做了再說 你就相信自己 然後我覺得 我們家爸爸真的是神隊友 一個眼神他就知道 我需要什麼 願意支持我 然後他也願意學背景 所以爸爸在他身上也可以 背著背景睡著 那 其實這樣子 爸爸也不會要算背後 也不會一直手要抱著 然後我沒辦法做其他的事情 我跟寶寶一樣 我們也在培養我們自己的模型 我背起來 我跟他的 蓄離很近 那也許他又不舒服 或是怎麼樣 然後我馬上就可以 我就可以察覺的到 那他想睡覺 他又可以很安穩的睡著 他不需要 管說旁邊會不會有什麼人 媽媽就在他身上 他隨時都可以找得到 我覺得 背景真的是幫了我很多 嗯 我們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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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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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